好啦,接著回來茶道無雙了,有茶地 應該說一下,說走了不少人的 不要這樣啦,他們都走了 走了,很嚴重,怎麼辦 現在再多走一批 又多走一批,因為大家可能講茶,剛才講茶道 當然茶道在這裏很主軸的內容 但是大家看這個,不知道算是主角還是大會國的古田 主角不是利休嗎? 對啦,這個問題是我們遲些討論的 拳王理休 這個也是再遲些討論的 大家不要這麼快劇透的東西出來 不過聽得到這集的,大家都應該看過 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不會聽到 可能太難頂了 這部分呢 比較集中會講說 陶瓷方面 更加講一下 因為陶瓷方面 大家會看到的 中樂圖詞 不知道大家知道多少 但是很簡單來講一下 近代的,炒得最好玩的 當然是玩青花 香港某富商 青花還要有官印才值得 即是失望工 如果沒有官印那些都是刺品 乾隆那些印不亂丟 有些偽造的 行家一網就知道這個印是偽造的 會把假的東西都照樣印上去 他應該會看 很搞笑 先不要理會 大家會知道 可能是小常識 通識不考 但是最貴 暫時會去到 中國古館 在瓷器方面 應該是青花 但是去到 古時 究竟這些東西有味 我們是奴山文化 我們是奴山文化 奴山會議 沒有奴山文化 但是我們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要講一下圖器 或者是瓷器 究竟是怎麼做的 我們今天不是教大家 做瓷器訓練班 所以就不會這麼複雜 基本上就是 用一塊膠 或者泥土 用來搓 大家看影片的 轉轉轉 做圓形那些 然後就拿去太陽 曬一曬 讓它大概成一個型 曬完之後 因為它轉的時候 會有些水分 一邊水分 一邊泥 曬的時候 要先抽乾水分 這個過程做得不好 整個東西會爆 因為你放一塊爐 然後下一步就燒 如果你裡面有水分 還沒蒸乾 水分會爆出來 那你的水分會毀營 所以曬的 通常曬一個星期最少 燒完之後 還沒上色的 就是雕花 雕花完之後 就上那層 油 不是油七個油 打臘 對 對 對 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大家用醜油的碗 為何要亮身那層 白光 對 然後就上顏料 然後再燒過 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個陶器 瓷器基本上大力之是相同的 但是上油方面 就會再分內面 那層油 之下的顏料 和油之上的顏料 打臘那層就油了 顏料就是看到顏色的顏色 基本上是這樣的 但是 問題來了 你說去中國 你說很古代的 可能是什麼 銅器 阿青銅器時代 那層器當然有 你說最早應該是 春秋 或者最盛行 大家經常掘到那些 或者去沙田都看到的 那些 那些 三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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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漢朝嗎 漢朝 好像再早一點 不知道 那些 大家會看到開始有些層器了 但是 大家在 這些 圖器發展裡面 慢慢在這裡 搞搞搞搞搞搞搞 那去到 比較 回歸近一點大家的東西 唐朝 可能多多少少有聽過的 唐三彩 不是唐三藏 唐三彩 為什麼會開始有這些東西呢 因為大家在 上色的工序上面 開始有其實的進步 主要是 一些西域方面的顏料 那當然 那時候的顏料 大家都可以在公開考試 因為全部都有 chemical reaction 例如 為什麼可以游到綠色 就是 rusting of copper 就是 銅的生鏽 銅綠 就是 中間叫什麼 氧化銅 就可以變成綠色 然後它燒出來 那大家可能會看到 這個 這橋 經常說 要燒一些黑黑黑的 金燒出來 那究竟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 要加大量的鐵粉 那 所以 要做到這些效果 的時候 全部都是化合作用 但它應該會很重 這個我們後面再說 但其實 在這個 黑色的這些 例如 利丘燒出來的想黑色的東西 其實就不太難燒的 最主要就是 因為 鐵粉 唐朝已經有的 但是 為什麼 劇宗裡面 它說要用大量的錢 慢慢去火候 這個我們 之後就會再說 但是 唐朝開始 已經有所謂的 那些 燒出來的黑池 但是 主要都是 可能是三彩 但是 日本方面 也有所謂的三彩 但是 唐三彩 譬如 內良三彩 但是 內良三彩 最簡單來說 其實是抄唐三彩 只不過是 產地開始不同了 就開始在 日本方面 發展的分別了 但是 去到 宋朝 最主流的 就已經不是唐三彩 因為 或者可能唐朝 去到 比較後期一點 清辭 就開始 成行 而且 剛才說過 這個 綠茶聖綠 就是唐朝人 這個 他裏面也曾經說過 月瑤 的清辭 是最好的 即是南方 如果大家 對詞記有些認識 會知道 這個 南清北白 即是 北方就是 景德鎮 那些 八池 那些 下面就是 清辭 會有些 大概有些 這些資料 清辭 就開始 發現 所以大家會看到 為什麼 劇中 很多時候 唐蜜 都會看到 一些 湖水綠色 或者果類形式 純正 什麼都沒有 單色的瓷器 就是 那些 所謂的 美麗 為什麼叫美麗 就是因為 那些是 月瑤燒出來的 茶聖綠魚都說是 美麗 美麗 但是 相對而言 也會看到 一些 其他類型的 銷品 但是 這些是 中國那邊的 我們未必 太詳細說 那些什麼 法郎彩 蝶彩 或者 清朝 彈後那些 我們就不理會 我們先去 Focus 在日本那邊 但是 日本呢 剛才都會說到 這些 內良三彩 這些東西 但是 很少說 會完全看到這些東西 就是 劇中 劇中 你會看到 很多是 賴胡蕭 黑 諾蕭 赤諾蕭 那些 諾蕭是 李幽創的 就是 黑色那些 劇中 到中段 就開始 大盛 其實真那個 都不是很黑的 真那個 大家聽這集 那一陣子 會看到 有不同 文獻的照片 但是 有些是黑白 有些是彩色的 所以 可以看到 劇中 例如說 古田那些 古田 即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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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暴燒的照片 大部分都會是彩色的 但是 有部分關於 李幽的 史料 其實是 李幽十三世孫 即寫李幽的 生平 那裏我拍出來的 所以 那本書是黑白的 所以有部分關於 那裏的 甚至 他說李幽寫字的 手稿 都會有 但是是黑白的 其實這套動畫 額外還有一套 專門介紹他的名氣的片 叫 名品名想 可以去看看 這個干言更加好 因為大家看片 比看照片 或者看黑白的 還有介紹 或者聽我們亂說 但是問題 大家如何找個片緣 或者如何去日本看 或者如何 大陸很強的 或者如何明白他講什麼 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他翻譯始終 沒有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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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不會一定有很多人 認識有關詞的東西 可能有些日本詞有名詞 但就算你聽得到 但你不必須要翻譯出來 對 講小題文化 因為 剛才講到 二十四種 二十八件茶器 但是 有部分茶器 日本的名字 跟中國的名字 是不同的 中國有一個 好像是 叫做 蘇 蘇 另外 日本那邊 叫做爪 其實大家明白了 掃爪 不是掃把 其實是同一個東西 但是字是變成不同的 前面有一個茶字 叫做茶掃 叫做茶爪 所以大家在文化上 有個分別 會造成了這些 理解上 或翻譯上的問題 所以大家比較難 所以就盡量在這裏 將 我知道的東西 或者我找到的資料 跟大家說出來 其實是瓷器 那 當時 去到說 未必一定要去到應人之亂 你說年初年代 那一陣 信長的本國 尾章 和這個 長門 不是長門 鬥嵐 都不是 這兩個 兩個國 它都是出產 好像是清磁 會出到清磁 然後 它出的瓷器 是拿來給天王用的 那要補充一下 清磁本身有個特殊的條件 剛才當地的泥土問題 其次是你燒製的技術 而且你燒爐 爐的技術能力也有關要的 如果你的爐 可能燒不夠高 還是高穩 不夠穩定 都會壞的 所以相應延 中國那邊有所謂的官僑 不是那裏都做到官僑的 你要夠高技術 那些泥土 剛好地的泥土 那些泥土 還有大家可能會在那裏 會見到 好像比較少 純白的瓷器 日本是有白色的瓷器 在那個時代 那些叫 致遠 還是軟脂 好像致遠燒 那些叫做 那些是最早比較偏白色的 但就好像 其實古田最開始 以妻子的身體來做這個對象的燒白 然後下面之後 那樣 那樣的 其實就比較 不是純白的 即是米黃到奶白左右 只是說 因為如果要到純白的東西 其實在中國 都是比較 好 後期 你見到後面 有些燒鮮佬 拿過來 那些純白的東西 那些東西 不行了 那大家 劇中會見到 即是 李朝 即是朝鮮李朝 有一集 跟秀吉來的人 就給了幾個 你們還用這些東西 我們用白色的瓷器 是純白的 高級你們現在多少 是呀 還罵他們 不是純白的 不是純白的 是純黑純明曲 那些 也行 所以 會見到 有一個 沙鮮地 即是 中日行 技術方面的差異 然後導致到 相關不同年代 茶器方面 有那個分別 那 大概 算不算 講完 一些關於茶器的部分 那 是時候 講一下 講一下 少少 關於 日本茶道方面的東西 或者是 正史的部分 那 那 因為 這部分都是講茶道的 還不是講一些戰爭史 所以 是繼續下去的 那 那 即是我們剛才說到 茶道的規範文化 人們最早可能是珠光 那 但是 我們講回李休 其中一個師父 李休 因為李休 他 劇中有講過 他之前的家是賣魚的 即是你看到日本那邊 他當時分了階級 武士階級 雙人階級 農民階級 對 雙人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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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人不明白 為什麼說雙人呢 他是茶的 因為他畜生雙人 雙人那邊 他呢 他呢 他是十七歲開始 就跟道塵 學自願茶的 然後 學了兩年 去到十九歲 就轉頭了 即不是轉頭的 可以說 再撕成另一位 但那位就真是 即是 繼朱光之後 另一位大師 因為那位就是小歐 你說小歐 未必人人都知道 但他有個花王叫日幽 日幽和神 日幽和神 下一個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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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重要性 從日本茶道來說 朱光是一個規範 創立者 小歐就是把和歌文化 帶進去 或者融入去 而李幽就是把 那個 簡學的精神 再推到一個極致 李幽是學了 自願茶 然後再學 去撕成這個小歐 所以 他就可以 很多大部分的文獻 或者是史學家 論點 李幽是把 歷代 過去日本茶道 流派的大城 集於一身 然後 都是那句 集國家之大 成一家之然 都是這樣的 來源的原因 但他 這個根小歐 就不是一根兩年了 因為剛才開始 跟蹈陳根兩年 十七到十九歲 一根一根十五年了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嘩 這套 鬼祥傳一出來 他已經是一個 老爺 四十幾五十歲的 大叔 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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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壯 哈哈 哈哈 由高中生 說裡面很強 所以比較調整 其實他們所說的是 肌肉 有些位置不可以是肌肉 變得有肌肉 就麻煩了 但又要補充一件事 或者要挑釁 近代一點 就是 因為剛才說 利休是雙人出身 但是裡面 他是有法號 其實他是做了和尚的 都算是 所以 但是呢 你看到他有老婆 他是有紫字 有個女兒 那個女兒是養女 在裡面說的 日本和尚 日本和尚 都沒有看過 是啊 可以的嘛 所以他 其實三個不同的兒子 其實可以說是 現在日本查到的 三個主流子 都是千什麼什麼的 你名字 但是風格很不同 但是這個就 按下不表 李休 他施承了 剛才說是尚歐 但是其實 劇中的另外的人 都可以說是 在那個年代學查 或者是跟同一個師傅 那就是 一開始 大家 第一集見到的 大爆炸 那大爆炸是誰 有馬 拿著瓶子豬 那個人 就是拿著瓶子豬 重永 斗獸 因為其實他兩個都是施承 少歐的 所以 可以說 是 童年之 在茶葉方面的人 所以當然 他也有相應的 一些名物 甚至可以說 劇中所謂的 大名物 就是剛才說的 瓶子豬 或者 可以說 九十九 九十九光茄子 九十九 發茄子 是嗎 對 那這些大名物 會擁有些 但是後面 大家會看到 在北野大茶會 後面的評判 其中之一個 事後評判 決定哪個天下第一 會看到 可愛江頭刀巴仔的老爸 就是 世村幼債 或者世村友樂債 世村中興 中興的老爸 就是 一開始說 我要什麼什麼 然後 我要起兵 然後給他老爸 一夜撞到頭上 誰知幾十年後 他被班人撞到頭上 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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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中有很多對比 但我們之後再說 其實那位 都會跟李休 其實是同年期 比較 當時 早學茶道的人 所以 相仍然 為什麼他會提到 當時的評審之一 就是 這個原因 但是 說回 說了 那麼多茶道 或者李休 一些基本背景 我們下一個部分 就是 關於 當時 戰國 天下大勢 的 捕捕